台大遇到这个问题必须要洗门风了 说抄袭还可能夸奖他了 如果根本就是外面的这些写手代写的呢 这可能性有没有 这件事情绝对有很强的政治力的压力 我不敢说台大这次的调查是不是一定会过 你不要忘了 民党党主席现在是总统啊 如果台大台湾的学术龙头都垮了的话 台湾还有未来吗 有关于台大国发所学位的问题 以及陈明通的角色 其实我三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完整的记录了 然后当时我也点名了林志坚 那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台大国发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在职班啊 有人烂发学位嘛 你怎么可能一个指导教授 短短的时间之内指导了一百多个学生 你怎么可能跨领域的去指导不同的论文的题目 不可能吗 世界上没有这种权材 所以台大遇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必须要洗门风了 所以也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啊 有人说这是抄袭的问题 我说那如果不是抄袭的问题呢 你说抄袭还可能夸奖他了 因为他至少还拿很多东西来看过之后来抄嘛 对不对 你至少剪刀剪一剪还有抄啊 如果根本就是外面的这些写手带写的呢 你是找书童写的呢 这可能性有没有有啊 我认为台大在调查的时候必须要调查这个问题 现在包括竹科 他现在站出来说我没有授权别人使用啊 那所以这是抄袭吗 不是这是学术伦理的问题 人家没有授权你使用 你怎么可以使用呢 那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 陈明通说某某某不是他的指导的学生 某某才是 会不会都是他的指导的学生呢 他是不是找其他的教授来帮忙挂名 台大的老师有人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大也应该要查清楚吧 这才真正严重的问题嘛 然后你想想看我们的国安的首脑 他在学校的时候做的静坐这些事情 那台湾还有国安吗 所以有朋友说这什么烂政府 我们可能没有烂政府耶 我们可能没有政府很久了 就是我们也要对台大校长提出呼吁啊 就这件事情绝对有很强的政治力的压力 这我们都可以理解 这是台湾的政治现实 可是你必须要扛得住 就在这一意关系台大的学术伦理 我们的学术地位的问题 那如果台大等于就是台湾的学术龙头都垮了的话 台湾还有未来吗 你连学术的这一块最后的一个净土 你都要把它摧毁啊 所以其实三年前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那甚至台大国发所 他们自己检讨过这个问题 所以照理说系所都会有博士学位对不对 他们只要在两年前就已经停招博士班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滥发学位 然后滥收学生到最后怎么样 有一百多个博士生没有办法毕业 学友不能这样搞的 你不要忘了 你用人不要忘了 民党党主席现在是总统啊 他掌握整个国家机器 然后在台北啊 居住是非常的困难的 所以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的薪水要负担家庭 要养家 还有小孩子要上学 他还要去接一些研究案 才能够勉强糊口 你要他如何可以抗抵抗 这种政治的压力站出来 挺身而出讲真话 大部分都是随大流嘛 就是接受政治压力嘛 所以我不敢说台大这次的调查 是不是一定会过 那如果台大真的有这样的勇气 洗门风 然后认定说他有学术伦理的问题 那么林志强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出来道歉 不要硬凹 这事情才会很快过去嘛 那林和平不是出来说吗 他认为到最后是加分啊 奇怪这个逻辑 这个游戏已经玩到什么 一直玩一直玩 玩到现在变成是 错的越多 加分越多 我们考试是这样考的吗 他就说 如果你看 你这样猛打他 到最后台大呢 压下来了 说他没有抄袭 那不是加分吗 他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 你们人整周海了了 这个是确定的 政党整个帮派化 他们就像黑帮在为世一样 你没有一点点正直 正义 诚信 良知 这帮派化是非常可怕的 已经帮派化 政党要怎么救回来 我认为很难救 做事 是 对 是 我认为 西方 就是 那 是 的 感谢观看